大家好,我是小广 我现在呢,是在十三陵的金陵东路 这儿呀,也被称为莲花山 那么我身后的这个神功圣德碑呢 就是康陵的神功圣德碑 那么这康陵呢,是藏有明朝第十位皇帝 明武宗诸后赵 那么现在小广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吧 给大家近处看一下 这座康陵的神功圣德碑 前面呢,就是康陵的灵恩门了 就是走到近处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眼前呢,就是康陵的灵恩门了 那么这座康陵呢,在明朝末期 李自成农民军起兵攻入北京城之后呢 出于对昏君的仇恨,将明楼呢 复之一句 乾隆年间呢,对灵源呢,曾经进行了修砌 明楼的四壁和灵恩门呢,都被 拆小改建 国民党时期呢,灵源够是频繁的遭到破坏 当地的土匪呢,曾想在堡顶 开挖稻洞,企图 偷窃墓内的珍宝 但是因为连降了几天的小雨 稻洞呢,坍塌 砸死了洞内的土匪 康陵呢,才幸免遇难 没有被盗 在03年到04年呢 十三陵特须办事处呢,进行了修砌 灵恩门呢,根据乾隆建造后的遗迹呢 进行了复建 现在看到的就是复建之后的模样 武宗诸侯照呢,他是孝宗朱友冲的长子 在洪志四年出生 洪志五年呢,被立为了皇太子 在洪志十八年,孝宗驾翁 武宗呢,得以集皇帝为 次年呢,改元为郑德 他的少时呢,十分的聪贵 老师教他的东西呢,总能很快的学会 但是在称帝之后呢,却无心正事 玩物丧志 因为他的父亲孝宗呢 一生就只有他的母亲张皇后一位妻子 也只宠爱他一个人 所以呢,张皇后呢 生下的两个儿子 四子诸侯为呢,早妖 所以呢,诸侯照呢 就是朱友冲的独苗 从小呢,也是含着蜜罐长大的 被视为了长上明珠 他在称帝后呢,不休朝政 荒淫失德 在孝宗临终的时候呢 曾特招大学士刘剑、谢迁、李东阳到秦京宫 脱以后世 但在武宗祭拜了之后呢 并不听这些顾名大臣的意见 他喜欢呢,在东宫陪伴他玩的几名太监 这些太监呢,为首的叫刘锦 还有马永成 古大用、卫斌、张勇、秋巨、高凤、罗祥 等其余的七人 他们八人呢,被称为了八党 又称为八虎 那么他们呢,时常进供一些奇特的玩具 还有像鹰犬、歌迹之类的 去供武宗享乐 大臣们呢,是一再的劝谏 而武宗啊,权当耳边风 互不尚书韩文会呢 同百官一起尚书揭发八虎的罪行 那么武宗呢,却将支持韩文会的 司礼坚太监王月 贬到了南京冲军 司礼坚呢,就由刘锦所掌管了 刘锦、谢先等人呢,被迫辞了官 那么在县宗时代呢 西厂可以说是横行一时了 他曾短暂的存在 但是被县宗废弃之后呢 出现在了武宗诸后赵时代 在郑德元年呢,西厂复开 由太监古大用领导 可西厂和东厂之间呢 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呢 刘锦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 由本人直接统领 那么这个内行厂的职能 与东西厂一样 但真集的范围就更大了 连东西厂和锦衣卫 也在他们的真集范围内 所以说内行厂是当时最大的 特务机构 所以在武宗诸后赵在位的郑德前期呢 东厂、西厂、锦衣卫、内行厂 四大特务机构平存 引起了天下的骚动 所以在郑德五年 由于刘锦倒台 明武宗下令呢 撤销了西厂和内行厂 就这样呢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的产品 就再也没有从历史出现过了 而内行厂呢 也永远的消失了 虽然内行厂仅仅存在了五年 但是它的权力可以说是 比东厂、西厂和锦衣卫都要大 后来在郑德五年的时候呢 八户之一的张勇 带头向武宗揭发了刘锦的罪证 所以下令将刘锦 以反叛之罪 判处凌迟 武宗在位的时候 有趣的事还远不止这些 他呢爱演戏 先是请宫中呢 模仿街市 建了许多的店铺 让太监呢 扮作老板、百姓 武宗呢 就扮富商 在席中取乐 他已经完全把皇宫 当成了影视城了 经常去玩微服私访 后面连早朝都不愿意上 他也为后来的 万历皇帝和嘉靖皇帝 经常长期罢朝 开了仙俄 而且呢 武宗觉得不过瘾 他还建了暴房 里面藏了许多的乐户、美女 还有很多的真情野兽啊 天天供着武宗 吃喝玩乐 而宣府的郑国府 则被他称之为家里 他曾下令啊 将暴房内的珍宝、妇女运来 前冲到了郑国府 似乎有常驻宣府的意思 那么这样做呢 也跟武宗上武 密不可分 首先宣府呢 是北边重要的军阵 他是抵御蒙古军入侵的 第一道防线 武宗呢 十分仰慕 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 他盼望自己呢 也能立下赫赫的军功 而且在宣府呢 也不用听大臣们的喋喋不休了 所以他下令 大臣们一律不许来宣府 只有暴房的随从 可以出入 然而呢 通过近些年的历史学界呢 所研究 对武宗的认识呢 也有所改变 武宗呢 只不过是喜欢玩乐 有人认为呢 他追求个性解放 追求自由平等 为人呢 却平易近人 心地善良 是一个极具个性色彩 的一位皇帝了 但是他做大事呢 一点也不糊涂 而且武宗呢 不入大内 仍时常上朝听政 批答奏章 决定国家重大事情 不愿上朝呢 也会通过司礼间 传达自己的圣旨 命内阁之行 即使远待宣府呢 他也特别强调 奏章要一件不少的送到宣府 所以说武宗的荒唐 但在大事上 一点也不糊涂 他曾自封为镇国公 威武大将军 率明军五六万人 击败了蒙古王子 而到回京之后呢 他自封为太师 在率五六万人 抗击蒙古军 取得胜利以后呢 他指挥非常责账 而这场应州之役呢 也成为了武宗一生当中 最高光的时刻 那么在正德十四年呢 武宗借口平定叛乱 亲率大金南下 实际的目的呢 其实是到江南游玩 他经青江浦的时候呢 到积水池驾小船捕鱼 不慎船帆落水 水呛入了沸中 加上武宗呢 很惶恐 虽然呢 把他救起来了 但是身体呢 已经每况愈下了 他也受了很大的惊吓 秋日着凉 而引起了肺炎 当时的肺炎 可以说是不治之症 十六年的正月呢 武宗到了北京 在南郊主持大四礼 下摆天地时呢 忽然口吐鲜血 瘫倒在地 再也爬不起来了 在正德十六年的三月呢 就驾崩于了报房 十年只有三十一岁 所以说这位皇帝 真的是一位非常具有 个性色彩的皇帝 这座康陵的名楼 可以说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这期康陵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们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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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